两枪缝隙里竟然卡着个500斤的胖子 在他不断的大声呼救下 消防人员终于发现了他 一番血润后得知 此时男人的腿已经没了知觉 脚还疼得厉害 小伙说你能举起手吗 我们想拉你上来 可男人刚举起手就往下滑了一劫 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 只能想其他办法 原来男人是个保安 这天巡逻时 突然看到房顶有亮光 以为那是小毛贼 于是赶紧追了上去 众人健壮急忙开溜 没想到他们还练过跑酷 眨眼间就从窗户里钻了出去 保安紧随其后 不料力气太小 胳膊根本承受不住他那500斤的体重 最后体力不支 掉进了缝隙里 七天七夜后 人们终于发现了他 并拨通了119求救电话 可这么窄的缝隙 正常人根本进不去 这时队长灵机一动 拿着80斤的锤子进入一户人家 随后在墙上钻了个孔 恰好在男人腿边划过 吓得他哇哇止叫 剑洞有点高了 于是在下方画了个对号 小伙拿起大锤 在标记处框框砸了起来 经过三天三夜的不懈努力 终于撒穿了墙壁 露出个大窟窿 紧接着抓住男人的脚 用出吃奶的力气 硬生生把它拉了出来 幸好只是肚子擦破了点皮 就是不知道 这个窟窿会不会有人补 男人把听诊器放到墙上 想给墙浩浩卖 还用手敲了敲 里面竟然传来婴儿的哭声 他急忙摘下耳机 在墙上画了个叉 小伙拿着开天府 就想把墙砸开 却被拦了下来 因为可能伤到孩子 就拿来切割机 在上面切了个三角形 随后把木板砸开 紧接着用出大力金刚纸 把坚硬的木板掰开 没一会儿就露出个大洞 后面就是下水道管子 原来婴儿被困在里面 黑妹急忙扔下书包 跑到楼上挨家挨户敲门 让他们不要冲马桶 否则孩子会被淹死 突然出现两个人 看到佛伯勒后 急忙跑回屋里 无论怎么敲门都不开 他低头一看 发现地上有一滩血迹 知道事情不简单 用力敲着门 门刚一打开 他就冲了进去 来到卧室里 看到一个女孩 躺在床上 掀开被子一看 床上也有血迹 不过女孩却昏迷不行 另一边 消防员用切割机 切开管子 顺时流出无数水来 可顾不了那么多 把管子取下来后 放到了地上 再切割成小段 正于看到了婴儿的头 小伙用出吃奶的力气 想把孩子推出来 可惜失败了 随后拿来论滑油 倒在孩子身上 稍微一用力 孩子就露出了头 没过多久 婴儿就被推了出来 却没了呼吸 做心肺复苏也没有用 这时队长把大拇指 伸到孩子嘴里 从里面抠出一团 黄色物体 他这才哭了起来 紧接着抱起婴儿就跑 送到了救护车上 孩子妈妈也被救了上来 这边刚忙完 另一边的小伙 就掉进骨仓里 男人掉进骨仓里 快速下坠 已经没过了胸口 这时救援队赶到 架上云梯爬了上去 让男孩保持冷静 不要挣扎 半个小时 就能把他救出来 随后放下梯子 在上面扔了块木板 紧接着跳了上去 结果救生圈 套在男孩腋下 然后拉动绳子 可压力太大 根本拉不动 又拿来木板 竖了起来 用脚一蹬 插入玉米中 减小玉米对男孩的挤压 没过多久 男孩就被围了起来 随后插入抽水机 启动开关 玉米就被吸了出去 进行得非常顺利 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忽然安全绳掉了下来 女孩就陷入骨仓里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 忽然急速下落 腰部以下陷了进去 小伙伸手想抓住她 可差了0.01厘米 随着不断挣扎 她越陷越深 小伙急忙解下安全绳 一把握住女人的手 可依旧阻挡不了下降的趋势 整个人也陷了进去 小伙挣扎了半天 也没能幸免于难 同事急忙汇报情况 半小时后 拿来切割机 不停地切割着粮仓 没过多久 就切出一个大洞 玉米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 三人翻了几个跟头 也被冲了出来 幸好他们没有危险 可这边刚忙完 另一边的男人就要跳楼 男人站在20层楼想往下跳 他在窗户上走来走去 女友站在旁边想劝他下来 还说你也非常棒 只是技巧差了点 男人一听就不乐意了 说飞跳不可 这时救援人员赶到 说你得安慰他 于是女孩承认自己出轨 并向男人真诚地道歉 趁此机会 小伙从上面滑了下来 看了眼下面的男人 一个俯虫就把他踹了进去 屁股摔成了八瓣 可小伙一不小心掉了下去 整个人悬浮在空中 幸好消防大队就在楼下 他们伸出云梯 把小伙救了下来 可另一边的女人 就没这么好的运气 他坐到护栏上 离地面足足有十米高 佛伯勒一步步向他靠近 想阻止女孩做傻事 边走边开导女孩 可他根本听不进去 慢慢转过身来 佛伯勒伸出左手 一点点靠近女孩 谁知女孩摇了摇头 手一松就掉了下去 哭尸一声掉到夹板上 另一边 两条狼狗废不止 男人拿水龙头不停地喷 这才跟狗狗打了个平手 佛伯勒趴到门口 看了半天 不敢进去 男佛伯勒甚至直接吓跑了 这时黑妞走了过来 看到两条狼狗 还在不停地叫嚣 他没有害怕 推门走了进去 掏出自己的午餐 举起鸡腿汉堡 扔了过去 过来狼狗被成功吸引 跑过去吃汉堡了 随后黑妹走了过去 同事悄悄打开储藏室的门 随后黑妹把汉堡扔了进去 男狗还没吃饱 就屁颠屁颠跑了进去 同事急忙关上门 这才长舒一口气 不过我有个疑问 什么时候狗狗换的口味 怎么喜欢吃汉堡了 将塑料袋套在头上 嘴里插根十厘米粗的管子 随后用力按住他的头 一把塞进抓满水泥的机箱里 两人还非常兴奋 可头却拔不出来了 原来他们是网络主播 为了涨粉才想出这个好主意 准备一个机箱 将水倒入石灰里 搅拌成水泥 随后倒入机箱中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救援人员很快来到这里 无论说什么 大壮都听不到 于是拿来螺丝刀 想把机箱拆开 由于什么都不知道 大壮非常恐慌 就站了起来 可他看不到路 一头塞进泳池里 扑波勒紧随起后 快速游了过来 抓住机箱用力向上台 随后游了上去 很快就浮出水面 怎么没人扶着脖子呢 把机箱旋转360度后 放到了地上 医生听了下 心跳越来越落 他们快速拧掉螺丝 打开机箱 紧接着拿起50斤的锤子 在手里颠了颠 用力洒向水泥 框框就是两下 这样能把耳朵震融吗 随后水泥就裂成几半 扳开水泥 先掉头上的塑料袋 赶紧戴上氧气罩 没够多久 大壮就醒了过来 他不停地咳嗽 小帅急忙拿出手机 为了涨粉 竟然开始了现场直播 还一脸的兴奋 佛伯伯勒非常生气 一把抢过手机 扔到了泳池里 真是太解气了 可刚忙完这些 又接到了奇葩的球员电话 这个男人要倒霉了 他伸长手臂 想咬一杯巧克力 可拿起来时 手一滑 竟然塞到巧克力锅中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救援人员赶到时 他只有一张嘴还露在外面 如果给巧克力降温的话 他就会凝固在里面 救援人员拿来梯子 放到大锅上 随后两人爬了上去 伸出手放到大壮腋下 用出吃奶的力气 想把它拽出来 过来大壮整个头露了出来 可下一秒 小伙手一松 踏到了梯子上 大壮也沉了下去 幸好另一人拽住大壮 头又露了出来 黑妹解释道 向上拉时会产生低气压 这样就形成了反作用力 跟流沙的原理一样 他们顿时慌了神 为了争取更多时间 拿出一根管子 塞到大壮口中 幸好他们有先见之明 下一秒 大壮就沉了下去 这时队长推来一个大桶 把水喷入锅中 来稀释巧克力酱 随后拿来一个铲子 不停地搅拌 过来压力逐渐减小 大壮一点点向上移动 见有效果 他们更加卖力地搅拌 大壮就被拉了出来 随后放到担架上 这时他还说 巧克力酱真是太好吃了 旁边的秘书瞬间不淡定了 可刚忙完这些 又收到一个奇葩的求救信息 他是碰瓷界的天花板 打了满满一杯番茄酱 随后放到桌边 轻轻一碰就掉到地上 随后踩了上去 脚下一滑 哭吃一声摔到地上 人们顿时围了过来 成功蹭了顿免费晚餐 而他的后备箱里 装满了碰瓷道具 左右看了看 发现小伙正在搬8K夜经电视 心想这家伙肯定有钱 男人坐到车上 由于后窗户被挡着 于是探出头来看了看 发现没有人 就启动了车子 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他急忙跑了下来 发现地上躺着一个女人 不停地说腿疼 还说腿舌了 男人非常吃惊 说后面刚才没有人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小美一听就不乐意了 跟男人吵了起来 突然他捂住头 说得了脑震荡 不停地大声尖叫 随后躺到了地上 没过多久 他就收到一张支票 金额高达两万刀 妥妥的高收入群体 这天看到一个年轻的老太太 从面前路过 觉得她应该身价不菲 于是跟了上去 可刚来到车后 就被大货车撞飞 老人向后倒车时 感觉压到了什么东西 急忙拨通了求救电话 等救援人员赶到后 发现小美正躺在车下面 黑妹走过来一看 瞬间认出了她 原来她是警察局的乘客 是个臭名昭著的采花贼 这次又被抓了个现行 不过这种碰瓷难以定罪 因此这么多年 她一直逍遥法外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会怎么做呢 你觉得应该处罚她吗 母子俩吵架 杀伤力太大 电梯都承受不了怒气质 急速下坠 幸好男孩只是擦伤了胳膊 而母亲却晕死过去 救援人员收到消息后 立马赶了过来 这时母亲才慢慢苏醒 可糟糕的是 因为电梯老化 水管破裂 电梯里竟然开始灌水 要不了多久 两人就会被活活淹死 事不宜迟 救援队迅速展开营救 从楼顶放下绳子 很快就落到电梯上面 此时的水已经到了腰部 幸好看到了希望 救生员从天窗钻了进去 孝顺的男孩让母亲先走 他这才成功获救 可当救男孩时 发生了意外 水越来越多 电梯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 开始慢慢下坠 而安全绳只有一根 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上去 眼看水已经没过脖子 救生员毫不犹豫地 把绳子浪给了男孩 最终男孩成功获救 救生员则在水里苦苦挣扎 队友拼命喊着他的名字 十分钟后 他借助水的福利 一个引体向上就爬了出来 果然还是活着好 经过这次意外 我敢肯定 他们以后不敢再吵架了 不过电梯的水是怎么来的呢 可这边刚忙完 另一边的男人 被困在垃圾车里命悬一线 小伙到垃圾时 没想到里面调出个人来 而他却一无所知 原来昨天晚上 流浪汉为了躲雨 竟然在垃圾箱里睡了一觉 突然他被剧烈地晃动吵醒 爬起来一看 小伙正在收垃圾 他拼命大声求救 可小伙戴着耳机 根本听不见 随后就被倒入垃圾车里 他赶紧拨通求救电话 消防车在后面疯狂地按着喇叭 可垃圾车非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越开越快 见此情形 消防车一个加速超了过去 将垃圾车逼停 队长说有人困在里面 可人家却说 这不可能 因为他还没收垃圾 原来闹了半天 才发现追错了车 流浪汉被垃圾熏得 差点晕死过去 幸好FBI及时赶到 而垃圾有几十吨 如果把垃圾倒出来 能把人活活压死 队员只好顺着梯子爬上去 站在车顶大声呼喊 可没有任何回应 老头怕是凶多吉少 他们强忍着扑鼻的恶臭 在垃圾堆里翻着起来 半天过后 垃圾终于见底了 在最下面发现了老人 万幸的是他还活着 他们急忙把老人绑在单架上 顺着梯子救了下来 大家千万别学他 在垃圾箱里睡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